歡迎收看 CV進行曲 實在有夠讚 讓我們歡迎今天的特別來賓 美麗人妻熊蝦姐 團隊又來的時候 吃一碗麻辣鴛鴦鍋 實在有夠讚 好美喔 還有吃遍美食的杜詩梅 好美喔 螃蟹大餐吃到飽 實在有夠讚 好久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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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進來 大家所有的來賓鬥金到底 我們的美食健康刀 現在開動了 好厲害 好健康喔 真的嗎 好有活力喔 可以各吃巴掌蛋嗎 真的 我們多動以後先消耗熱量 對 待會兒我們再來補充熱量 對 多吃多動就是多健康 對 我們今天要跳這個美食健康套 因為這是一個全新的單元 實在有夠讚 實在有夠讚 所以有的吃 有的吃 有的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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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中間是有很多的題目 對不對 答對了以後 有的吃 有的玩 還可以講知識就對了 這個單元完全是針對你們兩位設計 真的嗎 對 這樣杜詩梅剛才講到說 你喜歡吃海鮮大餐在秋天嗎 對 為什麼秋天一定要吃海鮮大餐 對 為什麼 很中時對不對 尤其是螃蟹 螃蟹在秋天的時候 對 該換殼的換殼 然後該肥美 該收成的收成 而且最少裡面都有蛋 對不對 而且就算它不換殼 我們也可以吃 酥炸軟殼蟹 殼蟹太棒了 好吃 對不對 提到美食每個人都是食指打 滔滔不絕 對 今天的食材油購餐 就有很多美食 保證讓大家滿意 但是我們在開始進行之前 是不是來分一下隊伍 就不以內心 這樣就很明顯的 我一定要跟道遠 這樣倒過鏡頭很難分隊 我們只能浪的怎麼辦 不以內心 各位 不以內心就是像這樣 各位 我講真的 吃東西要是跟我們去吃 你就覺得什麼都好好吃 不行 你們兩個在一起 勝算太大了 不會 兩個都是美食 都算是老饕級的 我們一定要想辦法 把它們分開 好不好 我看這樣子好了 來賓每個人都感覺上 對自己很有自信 來賓各自一對 各自一對 好不好 好 道遠跟艾成 他們就一對 好 馬上來進行我們的第一個單元 美食酷酷樂 總共八道菜 這樣精緻美味的套餐 到底值多少錢呢 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們 你也來猜猜看唄 讓我們用甜蜜的掌聲 歡迎我們的小天使麻糬 麻糬 掌聲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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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了兩百多級 來了 我們美食小天使麻糬 請我們的小天使 把我們好吃料理 推出來給大家看一看 好可愛 好 現在問題來了 這樣子好吃的美食料理 你們覺得它值多少錢呢 請估價 第一組 550 550 10塊錢再高一點 再高一點剩680塊 680塊錢 他值680塊錢 再低一點 第三組 這藝人分的套餐對不對 對 8要很好吃 有8要猜 不行 軍 要猜對才能吃 請回價 600 600塊錢 再低一點 請回去第一組 這樣子好吃的料理 這個蝦子的鮮度 660 660塊錢 660塊錢 他剛剛說第一點 你還給我600 我剛剛說他擺第一點 再第一點第二組 真的 到底多少錢呢 你覺得 580塊錢 580塊錢 恭喜你答對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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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 太貨財了 果然是兩塊錢 真的 請看 富貴八方頂級料理 就是580塊錢 好厲害 我們恭喜我們的杜士梅 來一喬天使 幫他把餐具奉上 想要我們的富貴 謝謝 謝謝我們的小天使 謝謝王子妮 富貴八方頂級的美食料理 現在就是我們杜士梅 一個人可以享用的 剛才杜士梅說 秋天到了就要吃海鮮料 海鮮 我跟各位解釋一下 是漢方的 漢方活醉蝦 他是活的時候 就把它放到酒裡面 然後它變醉 然後就去燜住 醉蝦 漢方活醉蝦 對不對 這活蝦用燜的方式 非常地新鮮 簡直在我嘴巴裡跳起舞 來那個 你真會說 竟然是一個人的料理 你直接啃 一個人料理 其實是的 它就是我們傳說中 超級美食 嫩不嫩 好香 對不對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富貴八方頂級的料理 就是我們杜士梅 一個人可以享用的 好不好 真的 我們就這樣一直看著它這樣吃 對啊 誰叫你們沒有猜到 對啊 其實厲害的是說 它那個肉 一進到嘴巴裡面 它慢慢的 你也不需要太多的咀嚼它 它自然而然的 就是你嘴巴化開了 對 行家的說法 我經由你這一番見解之後 我心裡面只有一個感想 對不對 我們兩個主持幹嘛 我們也可以下去玩 這樣 只有你們可以吃 我們也很想吃 對不對 對 這麼好吃的一道料理 有八樣東西 真的 接下來推薦我吃的是 吃這個 吃那個鱈魚 熊青 你不會一口要把它吃下去吧 熊青 讓我聞一下 請教你 好香喔 我覺得你太天性了 我最喜歡吃 你們可以吃 歡迎聞 聞一下 你家裡好像飯 它那個好像很飯 是直屈 不好意思了 各位不好意思 好想把你搶走 你這樣一口吃下去 還真不好意思 我自己聞到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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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那個鱈魚的味道好濃郁 好讚喔 它應該用上等的圓雪之類的 而且 而且妳知道嗎 它那個感覺上 聞到那個味道 感覺它在最後收汁的過程裡面 把整個鱈魚的湯汁都收在裡面 美味都在裡面 對不對 大家想上次那個 上面那個那個豆豉 對 提味 提味 是不是那個魚的鮮甜耶 絕對 對 提味要做那個動作出來 它吃下去的感覺真的是 提味 提味有沒有 好後悔沒猜到耶 這樣子一個好吃的美食 其他的三位參賽者 竟然沒有吃到 好可惜 那怎麼辦呢 喂 我想說它甜點應該就吃飽了 我們就吃水 它都吃飽了 我們放回來 不行 你知道為什麼不行嗎 因為那個水果是 不是 兩片口口的飯後水果 藏有什麼祕密呢 讓阿龐用盡心機阻止艾成放 他都吃飽了 我們吃過 放回來 不行 你知道為什麼不行嗎 因為那個水果是 喂 沒有吃到沒有關係 馬上進行下一個單元 有夠讚美食秀 有夠讚美食秀 我們今天現場呢 有夠讚美食秀 要的就是請我們的廚師 來到我們的現場 做給大家吃 謝謝 對 在現場我們看得到美食 吃得到美食 聞得到美食 最重要的一點 電視機前面的婆婆媽媽們 你們也能夠學得到 做美食 在這邊我想請問一下 美麗的主持人童童 是 您會做菜嗎 最近開始在學 那可能已經有點為食一晚 喂 有了 我也在加油 待會兒在整個做菜的過程裡面 我們會有問題來問你們 是的 讓你們大家搶答 是的 然後當你答對了之後 我們的小天使就會頒一個 讚給你 歡迎 等到這道料理結束的時候 誰的桌上 我就可以宣布 這道頂級的料理就是屬於你了 太厲害了 是的 我們馬上就來介紹 我們今天的頂級主廚 童慧民號稱阿民師 廚藝經歷21年 童湖人的他 對著海鮮由餘生俱來的敏銳度 曾獲得台北美食街團體組優勝 拿手好菜是香辣中選 還有麻油紅巡 大家好 阿民師 很年輕 沒有 你從事廚師幾年了 差不多 21年了 對 有女朋友嗎 對 沒有女朋友 有老婆 有老婆 對 一個成功的男人背後 都是有一個支持她的女朋友 好 老婆 喜歡你的料理嗎 喜歡 這樣子的一個老公 不只老婆喜歡 對 朋友也喜歡 對 去他家裡只要什麼都神了 對 吃他的就對了 對 今天要來我們現場帶來的 頂級料理的菜名叫做什麼 麻香海陸雙鮮 掌聲鼓勵 今天麻香海陸雙鮮的食材有 澳洲進口蟹黃寶 飽滿的紅蟳 產自南投民間鄉辛辣夠味的老薑 還有三峽黑豬的鮮嫩甲心肉 以及產自台南西港的鮮炸黑麻油 要料理的時候要從哪裡先開始呢 切老薑 切老薑 切厚厚的片 切厚厚的片 厚片薑 好 先把生薑已經處理好了 接下來的步驟就是 嘎心肉 嘎心肉 胸前肉 胸前肉 稍微 先把上面這些筋稍微去除一下 比較不好咬的部分把它去掉 這樣好不好 也一起下去煮 今天萬一我沒有答對的話 我吃那些小碎肉就可以了 來 我們稍微給它切片一下 稍微切片 切薄片 切薄片 我看師傅那個薄片很嫩 因為等一下我們下去炒麻油的時候 它還會縮起來 可以切大片一點沒關係 它會再縮起來 對 在切片的同時 我們也要來問問題了 注意聽了 要讓豬肉柔嫩好吃 要用什麼東西先處理呢 我內行 1 地瓜粉 2 蘇打粉 3 太白粉 請搶答 不要 吃美 一般在家裡面 我們是用太白粉 對 那你有更奇妙的打法 我想應該沒有太奇妙的打法 還是乖乖的遵照媽媽的指示 不要吧 弄個特別的嗎 不要 還是不要太特別 我們先打基本盤 基本盤 太白粉 因為從小家裡面告訴你 就是這樣子的 對 而且很容易家裡面 就有這樣子的材料 對 隨手可得 就是加點太白粉 然後馬殺機一下 不是就這樣嗎 對 一定要幫它按摩 一定要按摩的 最多我們再講究一點點 妳就放個親熱給它聽一聽 對 是不是 好 那杜思梅答對了嗎 請問師傅 2號答對了 歡迎師傅 他都知道了嗎 恭喜我們杜思梅答對 謝謝 大家好 好厲害 好 有像地瓜粉 到底是拿來做什麼用的 地瓜粉是屬於 你要炸的東西可能會 它比較耐炸 耐炸 所以一般來講有些人會想說 地瓜粉 因為它是拿來炸的 用炸的會比較 對 蘇打粉就不可能了 蘇打粉通常是哪一種 哪一種 蘇打粉是屬於來醃 我們在醃牛肉 醃羊排的時候 我們就會讓它發酵 讓它軟 是發 讓它稍微會膨脹一點 我們的這個肩胛肉 已經先切了 切好了 我們先做一些太白粉 把它馬殺機 按摩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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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薄薄的就好了 不可以加水吧 對 不能加水 現在我們來穿 可以 加一點水就可以了 不會 下去燙它不會 因為它太白粉吃起來 它就會 穿燙的時間大概要多久 穿燙差不多一分鐘就可以了 不要太老是不是 對 因為我們等一下再麻油 還會爆香 所以還要再煮 不要再煮一次 我們穿燙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讓它豬肉表皮有一些太白粉 我們等一下麻油爆香的時候 它可能太白粉是裡面還有肉 都會吃到有麻油還有 還有最主要我們的 可以讓它跟包住麻油 對 讓太白粉已經鎖住那肉的甜味 對 是這麼說法嗎 對 這也可以 真的 這是內行 這算不算小蜜蜂 這是小蜜蜂 小蜜蜂 我們幫趕快記下來 真的 所以它已經準備可以起鍋了對不對 對 我們先把它起鍋 不要太老 不要太老 這個不用燙太熟 稍微燙一下就可以了 對 好嫩的感覺 對 它目前還是粉紅色有沒有 對 好 跟Baby的肌膚好像 真的 來 接下來是我們主角了嗎 對 我們主角 這隻紅蜜是滿 現在秋天到了就是 吃紅蜜是最好的 是 對 對 但是它平常殼是蓋起來的 我們要怎麼挑才挑出來 它是 我們可以挑最肥美的 對 有沒有什麼撇步 所以我們現在問題就來囉 主角 好 請問要怎麼分辨紅蜜裡面 有沒有蟹膏呢 我 1 看熬的顏色 2 看肚子有沒有鼓起來 3 捏肚子 請搶的 快點撿到了 快點 看它的肚子薄不薄滿 然後有沒有就是 硬硬的感覺 如果有硬硬的感覺的話 就表示有蟹膏 就蟹膏比較厚在裡面 師傅 對 答對了 所以是真的就捏肚子 就是我們稍微看一下 按差不多第三根這個櫃子這邊 就是1 2 3第三根的時候 它的 稍微旁邊這邊按一下 還是硬還是軟 左右邊都可以就對了 還硬還是軟 壓下去它很空洞 會軟軟的 那就比較必須的今天 因為它是 它一定會有點軟軟的 但是如果壓下去很空洞 就表示它沒有蟹膏 恭喜我們的家傑答對 得到一個讚 接下來的步驟就是 用剪刀稍微剪一下就可以了 這邊 好 它這個位置是最髒的 因為它很髒 一定要走水過 問題來了 請問要用什麼方法來 清理紅穴內臟的泥沙 1 用啤酒洗 2 用清水沖洗 3 用洗衣刷刷洗 3 對請搶答 第一組 用洗衣刷刷洗 用洗衣刷 怎麼會想要這個答案呢 因為它是裡面 最不可能的答案 就是 而且我好像有參加我 把洗衣刷拿出來用 我記得以前我媽媽真的是 有拿那個洗衣刷 這樣子刷螃蟹過 對 我有印象 師傅 他們答對了嗎 恭喜你們答對了 謝謝 謝謝 這兩個頂竿都是沙 泥沙 這邊全部通通都是沙紙 有沒有 這樣打開來 這個廢人一剪開來之後 全部都是沙紙 我們刷的時候就是 這樣會不會把蛋給刷掉 不會 你不要刷到裡面 從旁邊這邊慢慢地刷 還有它 我們都忘了它 我們還有一個殼 它也要處理嗎 要 你看這個殼 還有裡面的 它有一個嘴巴也要把它挑出來 好 嘴巴要挑出來 用剪刀 我想這個部分 是我們最容易忽略的 對 所以慢慢從旁邊剪 你不要去剪到 不要剪太裡面 會把蛋剪掉 就浪費了 對 好吃的地方 把這個嘴巴 它嘴巴這個有一個 專門吃東西的 這個塞一定要把它抓掉 蛋都跑出來 就好了 在旁邊刷一刷就好了 這樣的部分 現在已經全部去除完畢 現在是一個乾淨的 紅色 現在要怎麼處理它呢 再來 我們再把它切 是切成六塊 這樣就可以了 我的天 稍微拍打一下 這個熬 你最不會拍 對 這個而且殼最硬的部分 我教大家 有什麼好的 你就是直接這樣拿著就好了 它因為它是活的 你直接下去拍的時候 它都不會爛掉 你就直接用力 你再怎麼用力拍它 它就不會爛 真的 所以先把它展開是不是 對 先把它殼拍碎對不對 所以這樣拍碎也可以讓它 比較好入味 對 不然阿婆 人家說阿婆吃飲料 說就不好 這就是這個問題 對 阿婆吃飲料 說就不好 我是阿婆 不是阿婆 你 我們先把麻油爆香 麻油來爆香 這麼快就加麻油了 對 我們先爆香 這個要爆比較久一點 我們先慢火讓它爆 讓老薑的味道逼出來 爆出來 對 我們加一些麻油 那個時候香味就一定很重 所以都不用沙拉油 只要麻油 不要麻油 好的麻油帶你上天堂 不好的麻油讓你吃出問題 吃出了不健康 對 問題來囉 有哪一種特徵才是好的麻油 1 濃稠而黑 2 吸而黑 3 濃而茶色 請搶答 家傑又撿到了 吸而黑 抽選好的麻油 是否真相熊家傑所說的 吸而黑嗎 觀眾朋友 你有更好的答案 問題來囉 有哪一種特徵才是好的麻油 1 濃稠而黑 2 吸而黑 3 濃而茶色 請搶答 家傑又撿到了 吸而黑 因為我自己在家有 就是有打麻油 還有麻油 芝麻醬 那芝麻醬打起來 就是它的芝麻是厚厚的 醬是沉澱在下面 就是芝麻都沉澱在下面 上面只有薄薄的一層油 非常非常地稀 然後 對 在這邊恭喜家傑答對 再得到一個讚 掌聲鼓 好厲害 接著我們就要來烹飪它了 來 我們先麻油 來把老薑下去爆香 爆香的時候火火不要太大 火火不要太大 不然老薑那味道會跑不出來 那要爆多久才知道 它爆好了 稍微爆製 差不多金黃色老薑 金黃色 對 要稍微它的水分逼出來一下 稍微有一點乾乾的 這個熬它比較難熟 我們就先把它丟下去 先爆一下 對 啪滋啪滋的聲音 這真的小屁股 媽媽 要熬起來 真的 真的 先放熬 還要放身體 可以水要多 真的 身體要下去了 好香 各位觀眾 香噴噴 為什麼我們的殼 等一下最晚放 我們先讓它煎一下 因為它比較容易熟是不是 對 那膏就不要讓它太熟 它是可以新糖已經滾到的香味 它是變顏色了 我的天 好香噴喔 好華麗的動作有沒有 真的 那龐哥你注意看一下 它是不是稍微有一點 金黃色 金黃色 真的 呈現金黃色就可以起來 少許就好了 對 少許米酒 這個要讓它收拾用的嗎 對 少許的鹽巴就好了 少許的鹽巴 這個時候 我們把紅蟳殼把它放進去 最後一個步驟把它放進去 對 放進去的時候 記得我們這個 兩個的塑膠是鄉下的 最後另外一個主角 是不是也準備要下鍋 我們剛剛的夾心肉 夾心肉 放進去 稍微讓它燜一下 有麻油的味道就可以了 好 把鍋蓋蓋起來 最後鍋蓋蓋上燜 用水燈性回來的方式 讓它增加它的鮮度 在燜住的同時 我們要來問問題囉 好 請清楚了 請問 活的紅蟳買來 若不馬上吃 要怎麼保持它的鮮度 一 養在水裡 二 馬上冷凍 三 灑鹽水 三隊請搶答 過了 過了 杜思梅 我個人覺得是三 灑鹽水 灑鹽水 師傅 二號 杜思梅 她答對了嗎 正確答案 答對 謝謝 三 灑鹽水 灑鹽水 為什麼要灑鹽水 因為正常紅蟳買回來 我們就把它放在外面就好了 不用馬上冰 也不用泡水 你到晚上 早上來晚上 你如果不吃沒關係 隔天要吃的時候 撒一些鹽水 把它泡一下 讓它稍微有點水分 它就會活了 師傅 你很強 恭喜二號杜思梅 再得到一個贊助 一大 我們昂景叔叔 已經改出了 可以了 大家繼續看 一大 我要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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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瘋了 真的是 你要讓我看 真的是瘋了 那流出來了 我們趕快來全盤吧 那個糕看起來還是很滑嫩的 那種感覺 對 好香喔 好 好 我們這道頂級的料理 麻湘海陸雙鮮 已經完成了對不對 對 在這邊宣告一下 宣布一下今天優勝的單位 今天我們的二號杜思梅 以及三號的佳潔 都得到了兩個贊助 所以這兩位可以一起共享 我們這道好吃的 麻湘海陸雙鮮 謝謝 佳潔以及杜思梅 可以吃我們的 麻湘海陸雙鮮 太棒了 好 請享用 所以我們是不是應該先試一下 那個夾心肉對不對 胸前肉的部分 怎麼會吃 杜思梅 黃水蟹膏真的是 太美美了 我已經忍不住了 各位 各位 開動 杜思梅已經說不出話來了 說 師傅 你那個先汆燙 然後裹太白粉那個動作 真是對 它整個那個太白粉 吸得那個麻油那個香味 吸得薄薄的 然後肉還是很汁 甜美 對 飯來了 厲害了 厲害了 這是蟹膏 真的是沒話說 你知道嗎 那個鮮甜的 那海鮮的那個 一點點那個海的味道 那種鹹鹹的 太好吃了 好香 有麻油會不會吃 那個海的原味 對 好棒 謝謝我們的阿民司 謝謝阿民司 這麼好的料理 再次謝謝我們的嘉姐 以及我們的杜思梅 謝謝 從來今天我們的優勝者 各位 每個禮拜一之後 晚上七點半到八點 一定要準時收看我們好看的 新兵進行圈 拜拜